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在这些前来面试的天使中自然少不了中国面孔 来参选的超模需要携带自己的照片 并且极力地表现自己的特点 面试结束后 评委们就会把这些照片都贴在白板上 一一进行筛选 经过一轮轮的筛选 参加过五届维蜜的大表姐刘文最先入选 去年就登上过维蜜的曲小文也再次入选 紧接着白的发光的何岁和西梦瑶也接到了通知单 在知道要参加这场秀 就是那一天开始到走秀之前都一直会紧张 然后走完 一直很幸福 那个这个线就是一直在上面 就是那个脑子 就是这样一直紧张 一直绷到那一天 另外还有两位新鲜面孔 超模谢欣和陈瑜 将在今年首次参加维蜜大秀 但陈冠希的老婆秦舒培 却在面试中遭到了淘汰 不过掐之一算 在五十名左右的维蜜模特儿中 中国面孔就占了六位 这个比例也是相当可观了 现在设计师们已经在为这些中国面孔 量身打造内衣饰品了 看来今年的上海维蜜秀 要再次刮起一阵中国风了 除了挑选中国超模 为了全面勾住中国女生的小目光 维蜜在中国的内衣旗舰店 也选择了今年在上海开业 你好 你好 我还有很多新闻 其实它很漂亮 这个很漂亮 天神在中国落在中国 中国 四层的内衣店 用水晶楼梯连着 吸引了无数向往公主生活的姑娘们 还能保识永远吃菌 起床